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破了月线的一个反压 也重新返回万八大关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收盘到最后却只有小涨66点 从原本的158点的大涨 变成只有上涨66点 换句话说今天高到收盘差了将近有百点之多 换句话说今天有超过90点的一个上限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盘势 其实是不是又再一次的印证了 我先前一再跟各位所说明的 我说目前即便台股面对着整个盘面有相当多的一个变数 那也让整个一个盘面的一个震荡起伏非常的一个大 不过台股有它独特的优势 所以台股整个多头架构它没有任何的改变 尤其台股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强势的一个格局 只不过即便是一个强势的格局 即便多头架构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你只要看到大涨 看强去追 你一定会被修理 这个是我从去年到今年 我一路以来一直告诉各位 对不对 你看今天 你看到强势去追的 你追在高档的 不管今天这个高顶180 26它会不会过 我认为当然未来的某些时段它一定会过 可是你短线上你今天去追你是不是立马就被修理 又或者我换一个角度来看来 2618的长龙行今天好强啊 对不对 盘中一度还涨了大概有6% 7% 收盘也涨了半根停板 但是投资朋友 长龙行今天很强 可是我跟你 我敢跟你打包票了 到目前为止还一大堆人长龙行还在套牢 还没有解套了 来 上个礼拜长龙行那边一堆人讲 有没有一堆人讲不重要 有没有一堆人去追这才是重点 60万张 70万张 60万张 有没有人在追 那你当时追在35的 追在34的 就算不是35 34你追在33块的 今天收盘32块7 今天涨了半根停板 今天很强 涨了半根停板 但是你上个礼拜买在35 买在34 胜率买在33的 到今天连解套都还没解套 不要说赚钱 对不对 好股票啊 对不对 好股票啊 但是你碰到 你碰到墙去追 你就是立马被修理 可是反观同样一档股票 对不对 反观同样一档股票 其实不止2618的长龙行 其实你看2408的 2408的这个南亚科不也是一样吗 来 今天也很强哦 今天也涨了半根停板哦 可是你看 你上个礼拜或上上个礼拜 当时在84 83去追高的 你到今天 今天收盘在82了 你买在83 84了还没解套 对不对 所以即便是对的股票 你看墙去追 你还是会被修理 你还是会被修理 反观你看我们的操作 这档股票不用我多讲 我从封关前就介绍 对不对 当时还在70出头 后来涨高了大家来追 我反而怎么样 我反而获利出清 同样的长龙行也是一样 我们买在2月8号 开红盘的第二天 后来涨上来 大家都来追 我全数的获利出清 有没有 不是说我在倒货给你们 而是说我的成本这么低 涨上来了 我为什么不出一趟 尤其在面对的盘面 有这么多变数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明明就要整理了 我为什么不出 对不对 这是我的操作 大家也都有目共睹 可是你的老师 他怎么带你 或者说盘面上 这么多的专家权威 他怎么告诉各位 当长龙行追上来的时候 甚至于像今天 昨天大涨的时候 有没有一大堆人包含你的老师在内 都带你去追追追追追 黄飞的追追追 有没有 每天带你追个三党 追个五党 对的我就拿出来讲 错的我就不讲 每天这样追 他们的做法 我不予置评 但是我只问各位 你每天这样追追追 三党五党这样追 你追到今天 你真的有赚到钱 如果说你真的有赚到钱 那我恭喜各位 赚钱当然总是开心的 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只要能够赚到钱 那就是好事 但是重点是你真的有赚到 那我说过 我的模式 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 刚刚你看到的长荣行 我二月八号买的买在这里 反而你们来追 开始爆量你们来追 我反而出掉了 2408的南亚科一样的道理 甚至于我说过 我目前我只有一档股票 唯一的一档股票叫做什么 叫做低价大转机的标股 有没有 你看上个礼拜好不好买 好不好买 你需要去追吗 后来一发动 每天就算这里 其实你看开低之后 他慢慢的收盘都拉到平盘 接近平盘 开低都能够拉到平盘 代表你就算他逢 你逢低接你在盘下买 你一样当天买了就赚了 只是他还没有发动 还没有喷出去 可是在他垫高底部的过程里面 你就已经先获利了 先利于不败之地了 需要去追吗 有没有 让你看一路这样下来 对不对 一路这样下来 这档股票 我每天都在节目里面帮各位追踪 到了昨天上个礼拜你轻松买安心买 我不敢讲上个礼拜他大涨 但是每天都电高 每天都电高 甚至于大盘跌了400多点 他也往上电高 然后到了这个礼拜 开始加快行进的步伐 昨天拉出涨停板 前天拉出涨停板 昨天怎么样 昨天再创新高 尤其我就从上个礼拜 当这档股票介绍给各位之后 从上个礼拜布局的一个低点 到昨天的一个高点 就在大家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涨了38%了 他已经涨了38%了 纵使你没有买在对地点 我说38% 我让你掐头 我让你去尾 我让你再打折 好不好 没有38% 也有30%吧 你说没有 30%没有 好 没有30% 我们再打折 25%总有 那你看从封关 从开红盘之后到现在 我不晓得你每天这样追追追追追 你的老师每天带你这样冲冲冲冲冲 你到底赚了多少 可是一路走过来 从开红盘到现在 我说过一个月没有 还没 今天才3月3号 2月7号开了红盘 今天3月3号还不到一个月 我们从第一档南亚科 第二档长荣行 第三档创委到今天 这些股票全数获利出清之后 资金锁定在唯一的一档股票 对不对 资金锁定在唯一的一档股票 不知不觉中 低点到高点也涨了38了 也涨了38%了 那如果加记前面的股票 你看再一路走过来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带给我们的会员 纵使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是我Telegram也好 你是我LINE的家族朋友也好 是不是同样的也都赚钱 就算你连家族 你的LINE Telegram都不是 你只是看电视 能不能赚钱 这档股票 我在布局的时候 我没有跟你讲 我还开放让各位怎么样 我还开放让各位来登记 有没有 你有登记 你哪一个没拿到 你告诉我 一字头的股票 你哪一个买不起 你告诉我 每天成交量一两万张 哪一个你说我想买多 我买不到的 有没有 还是有哪一个 我带你去追高的 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 跟你去追高 差别在哪里 你自己去思考 反正为什么要讲这些 我还是告诉各位 我看多台股的方向 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不过我一直告诉各位 今年怎么样 因为盘面的变数太多 现在俄乌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你知道接下来会怎么走吗 即便昨天美股是大涨 可是接下来 普丁会出什么招 美国会出什么招 欧美 全世界的国家 制裁上面会出什么招 普丁能不能接受 他后面会怎么反制 你能知道吗 我说过我不是普丁 我也不是拜登 我绝对猜不到他接下来要干嘛 所以你该有的一个风险意识 你该有的一个避险的一个策略 你必须要能够贯彻 为什么我现在只要留一档股票 你有没有想过 留一档股票 有什么好处 留一档股票 除了说先前跟各位所讲过的 资金集中 效果加倍以外 最重要的 我一档股票 当今天盘面 你说这个危机归危机 可是它对盘面的冲击 并不是很大的时候 那我就继续赚了 对不对 我继续报我继续赚了 可是一旦这个危机升高 开始对盘面产生了一些 比较冲击性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毁灭的时候 一个比较危机升高 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时候 我是不是 我随时可以用避险 什么避险 我随时可以出 我低档买的股票 我现在你不要说什么 到现在 我已经累积超过30%以上的一个涨幅了 我随便卖 我随便大赚 跟前面的长荣行不也是一样吗 跟前面南亚科不也是一样吗 我怎么卖 我怎么都是赚的 所以真的危机升高了 我必须要怎么样 快速收回资金的时候 我只有一档股票 我说策马上策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手边 你每天今天追一点 那边追一点 那边套一点 是那边套一点 你手中有七八档股票 那今天 盘面上出现了一个风吹草动 你必须要做应对的时候 不要说什么 过去就有投资人跟我讲 当今天盘面上有所风吹草动 他急着要出股票的时候 我光是打电话给营业员 我哪一档股票在哪里要卖 我哪一档股票在哪里要卖 等你交代完 七八戟股票你都说好了 你都交代得好好了 不好意思股价跌停板 因为当盘面有所风吹草动 打下来是非常快的 对不对 可是我一档股票 我是不是很好处理 一通电话 全数大赚出清 这样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为什么我说过 就连我现在留一档股票 这也是一种避险的一个策略 有没有 你可以去问问看会员 是不是这个样子 现在手中唯一的一档股票 你也可以去问问看我们LINE 我们Telegram的一个家族朋友 这档股票从我们开始布局 我们有没有就在群组里面 不断的告诉各位 不断的告诉我们的家族朋友 同步的来参与 就算你都不是 你只是看电视 我有没有从上个礼拜 一路讲到现在还在 而且这档股票我说过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 我的前提是 盘面如果没有危机升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它接下来怎么样 很快就会进入到喷出段 既然很快要进入喷出段 我说这里是最好赚的一段 既然是最好赚的一段 到底我要怎么赚 你的第一个直觉 起38% 起38% 我现在去买 算不算最高 算不算最高 你们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对不对 我到底该不该买 好那到底该不该买 在进广告之前 我只是告诉各位 你认识我这么久 我几时帮各位掌握的 现在只会涨3%5%的股票 我就跟各位讲过了 如果只会涨一天两天的股票 基本上我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帮各位所规划的 必然都是有大涨三成五成 甚至于倍数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实力 这样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股票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你又能够在一个 适当的点位去买 你怎么样 因为它空间大 如果说你又在相对的低档 去左右感买 件不要盲目的乱追一通 你的胜算是不是也会跟得到 那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不是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盘面结构里面 你真正能够赚到大钱 而不是每天冲来冲去的 冲来冲去的我说过了 纵使你有赚 你也赚不到大的 你每天都在赚零用钱赚加菜金 那你同样冒这些风险 你只赚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加菜金 相对之下 你的风险反而是高很多 对不对 好好想一下这个道理 好那至于说 接下来 这档股票能不能追 何时可以追 到底该怎么样来应对 我们下个阶段会来继续再聊 欢迎订阅我的县城 我想上个阶段 我们还是再一次的跟大家 叮咛跟提醒 今年整个台股 多头格局没有被破坏掉 目前还是一个多头价格 但是即便是一个多头的价格 我认为未来也都还有在往高点去做一个突破的一个实力 但是各位也都发现到了 即便方向趋势都没有改变 可是结构上因为波动非常的大 轮动非常的快 所以如果说你看墙你去追 你立马就被修理 你今天开高去追的 今天马上给你一个下马威 对不对 长荣行上个礼拜 哇 大家过来说了背天赠地说多好多多好 你去追的 今天长荣行算强的 涨了半根 甚至于盘中一度还涨7% 但是就算涨7% 就算今天的高点 你上个礼拜 你追在3435的 甚至于追在33块 你知道今天都还没解套 不要说赚钱 解套都还没解套 那怎么赚 我长荣行怎么做的 你自己很清楚 所以我说过 现阶段即便是一个多头趋势 还是确立的一个情况之下 但是操作上就录通我的测标所告诉你的 你必须怎么样 必须要稳扎稳打 而且要怎么样 要步步为营 尤其在面对 我说过现在排名上还有很多的变数 对不对 包含升息 缩表 大家都快要忘记了 对不对 其实这些问题在不在 还在 那俄乌之间的问题更不用说了 连普丁都呛出来 他要用一个核弹 后面到底要怎么来修锁 怎么来收尾 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操作上面 你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的策略 这个应对的策略 包含我说过 我现在 我把我的股票 这两个礼拜 今天礼拜四了 就这两个礼拜以来 我集中在一档股票上面 这也是什么 这也是一种策略 为什么 第一 一档股票灵活度数非常的高 灵活度数非常的高 我不对我马上出就好了 更何况我的成本在哪里 你们都知道 到昨天为止 这档股票不知不觉中 已经涨了38%了 离我的成本是不是相当相当相当的远 那纵使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你说好了 打个半根下来 我已经38%握在手上的情况之下 别说半根 让你一根好吗 让你打个10%下来 一根停满 我还是赚了28%了 不是吗 你会有什么好担心的 那如果说盘面危机没有升高 那我就继续赚了 因为我说过他怎么样 他即将要进入所谓的一个喷出段 为什么会进入喷出段 第一个他位阶低 位阶低 风险相对低 那另外他今年业绩 如果兼具爆发的一个力道 那又是一档低价股 是不是他未来的空间就很大 那业绩上的爆发力道来自于哪里 这个力道会来自于哪里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他今年跟两家大厂 刚好国外一家国内一家 跟两家大厂做策略联盟 推出新的产品 一家就是那个水果 对不对 有做A开头的那个水果 那看到A开头的水果 你就知道了 他今年的爆发力会有多大 更何况还不是只有A开头 他国内还有另外一家大厂 也是跟他策略联盟 也是有新产品要推出 这些力多 现在甚至于知道的人还不多了 慢慢的这个力多会持续在发酵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光是一个水果就不得了 还再加上国外 国内的这一家大厂 他今年的业绩 可以说是用爆炸的一个来形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位阶又低 我有什么理由不找 来投资朋友 还记不记得这张股票 我说你不要去小看 那种一字头的股票 很多人认为 一字头的股票 那蓝山 对不对 鸡蛋 不像鸡蛋水饺股 不过也差不多 因为现在涨价了一个锅贴 大概也要十块钱 也差不多是锅贴股了 水饺锅贴股 对不对 很多人认为这种股票 涨起来也不起眼 我告诉各位 绝对错 绝对错 这张六二三三的旺九 大家还记得吧 一年多以前 我带各位买进的时候 第一次多少钱 十三块 我们来来回回 做了好几趟 做了四趟五趟 第一趟我带你切入的时候 来 有没有 十三块 十三块 后来十三块去到 从十三块涨到二十块 二十块涨到三十块 后来涨到四十块 这个时候怎么样 全市场的名师 权威专家 全部都来了 大家一起一拥而上 甚至于后来股价 又涨到了五十五块 那你看 一档十几块钱的股票 涨到五十五块 而我们来回怎么样 做了几趟 当然我讲 我也跟各位坦白过了 我是没有赚到五十五块 真的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看 我来回做了这么多趟 而且我最早一次 我切入我才十三块 纵使我没有做到五十五 那又怎么样 我还是大赚 我赚了几倍 你们自己算 对不对 后面 人家四五十五十块才来 后面就让他去赚 那有什么关系 那重点是什么 十几块钱的股票 未接低的股票 当他基本面有一个暴点 是不是你看一涨 就是这样子 一涨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这一次 这也是一档一次头的一个股票 我认为一年前的一个历史 一年前的历史又即将要开始重演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既然我已经帮各位掌握到了 类似像这样的 而且我们是领先布局的一档股票 有没有 从他还没有开始发动 我们就带你领先布局的 既然我们已经领先掌握了到 像这样的另外一档 类似像一年前的望久的 这样的一个倍数的一个标股 那你今 对不对 你今这一次 你就好好的怎么样 好好的跟着 我来做这档股票就好了 尤其我说过 他即将要进入喷出段 有没有 好那 到底接下来 对不对 到底该怎么做 其实你不用去猜 什么时候该卖 又或者 什么时候 不仅不可以卖 你还要再加码 为什么要再加码 涨这么多 为什么还要再加码 你想 如果还在技术面筹码面 出现了一个爆炸点 什么叫爆炸点 你只要想 你看过去有没有很多的股票 突破某一个点位之后 噼里啪啦三根五根 六根七根 去年的威胜 2388的威胜 五天五根 位数 先是第一波六天六根 休息一下 第二波四天四根 加起来十根 另外建达 对不对 一发动就是七天七根 这一档 这些股票哪一档 不是我带着各位一起掌握 我们共同参与的 这个就是我说的爆炸点 有些时候像这样的爆炸点 一来的时候 你非但股票不能卖 纵算它前面已经涨了三成四成 你还是要在追 当然不是所有的一个股票在这个段 有些时候拉回 你要加码 有些时候高点 你要先出一趟 这个就是我说过 你要懂得怎么样 进退的一个节奏 可是这些你都不需要去猜 既然帮你掌握到这样的股票 你就跟紧我们脚步来做了 那也为了让大家能够很轻松的 能够跟紧我们的脚步来操作这两股票 我们也特别推出一个月的一个体验 一个月的体验 让各位可以在没有压力 很轻松 没有压迫感的一个情况之下 跟上我们的操作 我想这个也是在接下来的行情里面 至关重要的一点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